为了募集照顾植物人的经费 创世基金会举办了2020祈福创意绘画比赛 目前花莲已经有30所的国小和幼儿园的学童参加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绘画比赛 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创世基金会 也激发起孩子和家长们对植物人照顾的关怀 小朋友们手中的话作都述说着关怀植物人的故事 这是创世基金会所举办的2020祈福创意绘画比赛 希望透过校园和亲子活动 让更多人看到创世也一起来关心植物人 因为疫情的影响 我们创世基金会在办理活动上面面临非常大的困难 造成我们募款的部分也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境 我们希望说借由小朋友的一个绘画 画出他们心中对我们植物人的祝福 我们所以举办这个亲子公益的一个绘画的比赛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活动的办理 那可以帮助我们花莲分会 到宅服务长期需要的一个经费 包含我们的尿布奶粉的部分 那因为虽然是疫情的影响 我相信大家还是非常有一个爱心的散举 那我们希望说借由这样一个活动的办理 那我们的植物人服务它是不能停止 也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照顾的事项 那借由这样一个活动的办理 那帮助我们花莲分会到植物人宅的一个服务经费的一个募集 可以透过这个活动一起就是号召社会上的三星人 是一起来参加这个募款的活动 为这些生命病的植物人能够提供给他们更多的生活上的物资 例如说这次想要募款的尿布什么的 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些绘画的心意来传达给他们达到祈福 像所有的植物人也可以像这个睡美人一样 所有一天可以苏醒过来 现在这个就是植物人 然后其他六个人正在为他祈福 希望那天这个植物人能够康护起来 然后这个对话康护表示说 他们如果有感觉的话 他们一定会非常感谢这些季风为他的护所 创世基金会特别举办了一场启动仪式 文化局长江岳成也相当支持创世的活动 大家都知道创世基金会 历年来为我们的植物人 这些无论是因为年老退化或者是中风 受了这些身体的病气的影响的这些同胞们 奉献了非常非常多的爱心 那随着今年的这个疫情的影响 很多募款活动都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这次创世基金会很高兴能够到文化局来这边 我们办了一个2020爱您爱您的一个绘画比赛 希望借由这个比赛来唤醒我们社会有爱心的民众 来努力的捐款来照顾这些植物人 那这次我们只要是10块钱就可以捐一个尿布 可以照顾这些卧床的植物人让他们的身心能够得到一个比较舒适 那文化局长在这边也是希望各位观众能够发挥自己爱心 只要10块钱我们做一个善事 让这些植物人能够得到一个比较舒爽的一个生活 目前花莲已经有30所的国小和幼儿园来参加这场绘画比赛 创世希望有更多学校一起来加入 大家来关心植物人的照护和关怀 这个旅会欢迎视报道